活到老 学到老 瑞瑞佛光会因应防疫 这个月的读书会特别选在瑞瑞西战户外的凉亭来举行 十多位年过半百的学员共同共读分享人声智慧 风声雨声伴随火车路过的声音 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很特别的读书经验 因为疫情而停摆三四个月的读书会 今天下午也因疫情而选在瑞瑞西战户外的凉亭登场 成员们特别向台铁训之杯致意感谢 并迫不及待展开文章共读共赏 瑞瑞佛光会108年10月成立的吉祥读书会 平均年龄超过半百岁的成员 以星云大师开示语录、撰写的经文等文章为主 大家不分学历高低、热情积极的参与共读 这个读书会我是觉得很好 因为他做人读书方面都要从低层的开始学习 而且我们慢慢的学习以后就慢慢就会知道了 以前是书读不得,读不多啦 以前是兄弟姐妹多嘛,家里比较贫穷 现在呢,有这个机会,加入这个佛光会以后 加入这个佛光会以后可以读这些人间佛见的书 真的很棒 我知道这很专案,有这个福报 咀嚼大师的文章经文,让年长成员感到满满福报 而年轻一辈的成员,不仅从文章经文 更在每位成员身上学习人神智慧,获益匪浅 我的那个人生呢,感觉到可以吸收到我们那个 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还有星云大师的文章 让我感觉非常的好 也对我自己的那个做人做事方面会更加精进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正 吉祥读书会的每位成员透过文章经文 好文共赏教学乡长 在共读的路上彼此分享互助鼓励 会长也高度肯定 因为很久大家没有记在一起了 那大师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说的人间佛教 人间读书会 那因为有一些都是老菩萨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代理人 好像今天是我们赖师兄帮我们代理 那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去读一篇文章 那学一些大师的很平常的一个道理 我们生活中去休息 大家都可以去分享 今天带领成员导读的前乡长赖一家 第一次将共读会从室内拉到户外举行 他笑着说要让成员除了闻到文字新香 此时户外风声雨声 相伴着火车通过的声音 个个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读书会体验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